6月1日晚,现年43岁的台湾艺人欢欢被发现在家中烧炭自杀 欢欢曾是成立于1987年的女子组合优欢派对一员 与小虎队曾共同推出合集新年快乐 其中便有青苹果乐园 而优欢派对中的悠悠根与吴奇隆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 欢欢自杀恶后传出后曾经的失敌小虎队成员陈志鹏也在微博哀悼 欢欢有过两段婚姻 21岁就嫁给导演张孝正 两人育有两个小孩 但张孝正英和蒋行情传出外遇 婚姻告终 后来他认识了江国斌 两人与2004年结婚 有一个小孩 但在2009年离婚 离婚原因不明 前夫江国斌透过经纪人表示 晚上10点多知道前妻死性 第一时间不敢置信 因为两人上周一仍有联络 而昨天下午欢欢还与家人聚会 但晚间返家后便再也联系不上 直到警方破门而入 发现欢欢躺在床上已无呼吸心跳 房内还留有一张人家叫我这么做的字条 疑似欢欢留下 欢欢弟弟表示 姐姐长期精神状态不稳 有忧郁症 已经就医并吃了三个月的药 警方将报警检察官相验 查清欢欢死云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